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禽流感是属于高病原的病毒株 你们没有向上申报之后 你们后来后面又有开专家会议 然后有其他的会议资料 而且当时呢 署长还信誓旦旦说 我们就是根据后面重开的专家会议的会议资料以后 我们去申报为低病原的 本席有没有当场要求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 你们的会议记录要放到本席的桌子上 当时有承诺说要送来 为什么没有送来 那个不是本首 那个不是本首 那个是应该是 防检局的部分 所以那次的会议不是加速所开的 是防检局开的 好不管 跟官员报告 那么有关于这个会议 刚才许局长有做一个说明 是不是我请许局长 你们总共还开过什么会 是刚才有跟委员会报告 那奥姐已经做成会议 我们要由防检局了 把那这个征询 专家的这个意见 专家有没有要求说要赶快提报 有没有要求 那一个的会议是针对 针对什么 有一个养基场 也就是第三例的这个养基场 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 被管制移动 那养基物 没关系不管针对哪一个案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 高病原 大家这个因为中和判断以后 证明是什么结论 这个我们认为是低病原性 你们认为是 专家也认为是吗 是低病原 然后专家认为不必提报吗 我们征求大家的意见 过半数以上的就是同意的 过半数以上同意 然后过半数以上同意怎样 就是解除移动管制 意思就是恢复为一般场 所以一般场 所以没问题 所以有没有说需不需要提报 要提报 要提报 然后提报成低病原 需不需要 这个是中和判断以后 所以是专家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是专家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我们征询专家以后 是 由防检局 所以过半数 过半数的专家 过半数的专家都认为 没有什么需要提的 然后也不需要再管制了 是 那由防检局 最后的行政的处理 你这个话有没有说法 你今天现在你的回答 对于那些会议 对于那次会议 做成的是这样的结论 而且这个结论是专家的意见 过半数的意见 是 你刚刚的这个说法 你有没有说法 没有 如果有说法呢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提供 依照刚才委员会的结议 明天就要提供 就黄简局有责任 不必等到明天 我们马上会提供出来 你严重的说法 局长 你严重的说法 魔鬼就在会议记录里了 我们等一下 两位委员会提出 我们最后的那一次 这是一个天大的 整个行政团队 由上而下指示下来 隐匿疫情的一个重大的弊案 这个委员 这是一个重大的弊案 由上而下的指示下来 要求隐匿疫情的一个重大弊案 你还要都到这个地步了 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现在在这里还要说话 跟委员报告 我没有这样的事实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来赵委员 来那个你 我没有按照 我没有按照 这是一个重大弊案